煮的,哎哟,煮的,煮的,我喜欢我的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Vlog 好久没有发上海本地Vlog了 这期视频我和我的Sherry妹妹 我们来打卡一家好喝的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是B站上的小伙伴推荐给我的 店名叫三又二分之一 是OPS旗下的 OPS因为比较贵,所以我没有去喝过 我直接按照B站小伙伴推荐给我点 主打一个庭话 我们的Sherry妹妹 真的可有的 是我们还没送我的生日礼物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现在来拆一下 拆一下 它就是有刹子 这种套族 哇,谢谢 我送你那个Sherry妹妹 那个Sherry妹妹 我送你那个Sherry妹妹 我送你那个Sherry妹妹 你有吗?我还看你有 我没有,我还看你有Sherry妹妹 我还看你有Sherry妹妹 我知道这个色号,但是我没有 我觉得这个色号挺好看的 是,还一直种草一直没买 像我生日色 哇,太好看了 这是我喜欢的那种裸粉色 是,这个就是很显气 很裸很裸 这个蛮显气色的 而且你皮肤白色 我觉得就是完全没关系 肤色深一点可能涂了就看不出来 对对对 这个是小刹子 就是你出山后 有那么多的特种冰 这个就是有用 它就是一款豆子 给你做一个黑咖 做一个奶咖 当天店里只有两款 幸好我想点的西瓜有 我就点了西瓜 另外一款Sherry妹妹点了 点的是西瓜 我们来尝一下 它是有一个黑咖 一个奶咖 真的可以闻到西瓜的味道 嗯 这是黑咖 没事 嗯 嗯 就是它就是呢 很明显的味道西瓜的那个味道 就是分钱中后到上香水 然后还有一个奶咖 它是拉花拉的 还蛮漂亮的 也有西瓜的味道 真的吗 很神奇 这是浅红豆吧应该是 哦对 是吧 对 就是那种感觉的出来 推荐给我的小伙伴 说如果我喜欢浅红豆的话 可以吃这个西瓜 谢谢小伙伴的推荐 我是喜欢浅红豆的 这款西瓜真的深得我心 喝完咖啡 我们就来吃午饭了 来的是这一家 一直在我草单上的 终于来打卡的 老太公鸭堡 它是一家吃这种宁波菜 店里看到这种点菜方式 梦回宁波胎州 大连人对海鲜奶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第一道上的菜呢 就是老太公鸭堡的海鸭堡 说是三年的鸭子 然后里面的这个鸭血 是要另外加浅的 味道非常非常好 汤还是蛮鲜的 接下来也是他们家很主打的 宁波年糕 红糖年糕 这个年糕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道菜 非常的糯 宁波年糕真的是YYDS 我本来其实有在视频里面讲话的 但是后期剪辑的时候 我发现背景的杂音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就改配音了 这个年糕比想象的要再软一些 很好吃 然后它配的这个红糖 也不是我们平时看的那种颜色很深的红糖 它这个红糖颜色浅一些 再下面这一道呢是酱爆带糕的小管 你可以永远相信宁波人做海鲜 这个带糕的小管就是很嫩 然后本身也很新鲜 它带的糕也是软的 就不是我印象当中 我以为的会是那种糕很硬的 说太多好吃好吃了 但是真的每一道都好吃 宁波那边就很会烧这种酱爆啊 加烧的这种就是带着酱油的这种酱香味 再下面这一道呢是烧玉奶 然后也是这种酱油香那种酱香咸香味道的 然后因为里面加了猪肉去炒 所以还是有这种肉香葱香在的 香迷糊了家人们 真的每一道都不踩雷 好好吃 这个玉奶就是糯糯的软软的绵绵的 下一道就是海鸭蛋啦 高能警告 最后来吃一下它的这个海鸭蛋 它是那种煮的 煮的半粒不熟的 外车现场 好吃吗 奶瓶 很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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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没有购到 嗯 但是它煮的火锅就好 嗯 我们吃完饭 然后现在要去打卡一家甜品店 我们来打卡的是一家超级可爱的蛋糕甜品店 叫乌米亚海屋 他们家主打的应该是生日蛋糕 我也是这也是我怎么知道他们家的 然后我之前我朋友生日 我给他买的就是这一家的蛋糕 然后我看他们家还有这种可以当场吃的一些甜点 就想着来跟生日妹妹一起尝一尝 哇这个这个也好可爱 这个是泰式奶茶的 这个是泰式奶茶的 泰式奶茶 泰式奶茶 好我们来尝一下 好它上面是奶油 嗯不腻 没有很甜 不行我就是挖不出来 看来还挺浓郁的 嗯 那边有芒果 这头来挺豐富 反正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大部分 你尝尝啥味儿吗 我有点淡淡的那种蜜瓜水果 对淡淡蜜瓜水果 有点香香 小仁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味道 那应该是其他味道的那个蜜吉林吧 奶味儿 那我之前好像吃过一家叫什么 什么Mills Hughes还是那一家蛋糕店也特别有 然后他们家的阿蜜瓜法店也特别好吃 回头剪视频的时候发现我和Sher妹妹在谈论这些甜品的时候的样子 特别像两个人在讲八卦 吃完甜品我们又来吃晚饭了 就感觉这一天一直在吃东西 然后吃的这一家呢就是想着垫不一口 所以找的是一家叫杨梅的小酒馆 主打的是台湾菜 好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韩鲜饼 主要是就是类似客带间之类的东西 好吃好吃 好吃 弄弄的 小胃也蛮好的 好吃 还有放一下这个炸的小虾 蛮热的 还有还有还有傻辣米 底下的一层是有糯米的 很新奇的口感 接着我们就来喝酒了 我们来的这家酒吧是叫G-O-E-N 应该叫Dugan吧 店里面小小的是属于那种小而美的 很精致很温馨 适合朋友们小聚然后聊聊天 嗯 忘了 忘了 先尝一尝 一尝 好吃 我味了 三点口 然后上面是那种 那一层 添菠萝的味道 这一杯是我们Sherry妹妹点的 是不是超级超级好看 拍出来很出片 这杯叫白月光 我和妹妹干杯 干杯 这家店在江宁路那边 那边好像蛮多小而美的这种小酒吧 反正我之前没有去过 这次是第一次去体验 体验感很好 大家去的话记得提前订位子 放的音乐也蛮有品味的 虽然音乐声音大了一点 但是其实还是蛮适合聊天 我们已经喝完酒 现在准备回家了 总结一下今天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全程 全程好运 全程不采雷 我们就是去喝的那家咖啡 超好喝超级惊艳 然后去吃了海鸭堡 鸭汤也是很鲜很好喝 然后后来我们去吃的小甜点 也是超可爱 就是味道可能就是尝尝就好 不会再去了 但是这是也没有踩雷 然后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喝的这个酒吧 真的是超级惊艳 就是想要带其他的朋友再来的这种的 这环境很好 然后酒也好喝 然后服务也很好 还有那个vibe 哇这期Vlog就先录到这儿 拜拜 下期Vlog再见啦 我们Sher妹妹会再出镜呢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在网评订阅我的频道 留言 我有什么评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在网评订阅我的频道 我和明神的叙订阅我的频道 我和明神的中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